注意看 这头小象被困在马戏团高台 下面是熊熊烈火 小男孩突然想到了办法 他在鸟笼里拿起一片羽毛 姐姐接过羽毛 不顾生命危险 从阶梯慢慢爬了上去 很快他就爬到顶端 从口袋拿出羽毛 鼓励小象展示自己的技能给观众看 可就在小象接过羽毛的一刹那 绳子突然被烧断 小女孩从高空坠落 索性掉入地面的水缸里逃过一击 可小象就没那么幸运了 站台很快就承受不住他的体重 就在他快要坠入地面的时候 奇迹发生了 一口羽毛入鼻 他竟然神奇地飞了起来 接着他绕着现场飞了三圈 表演非常成功 观众集体沸腾 小女孩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自那以后 马戏团开启了全国巡回演出 每场门票都大卖 小象也受到了高级待遇 就连洗澡都有五六个庸人同时为他服务 很快他们的表演就引起了 超级游乐园总裁老白的注意 老白立马赶来了现场 有说马戏团与游乐园合作 老白化了一个大病后 马戏团老板很快就答应了 老白带着他们一行人来到游乐园 欢迎仪式十分壮观 可他们并不知道 老白要求小象载着天空女神表演 这非常危险 但只有两天备战时间 他们没有办法 只能积极备战训练 铺好安全网 小美借力一个腾空抓住铁圈 在空中做出一系列的优美动作 紧接着 在小女孩的引导下 小象也成功起飞 小美第一次看到大象飞在空中 瞬间仰妈呆住了 正当小美思考如何骑上小象身上的时候 小象一个不小心 直接撞上了小美 掉落在安全网上 小象也因此失去平衡 摔了下去 第二天 他们再次来到训练场 这次 他们降低难度 尝试从地面开始骑向飞行 但象背太大 小美没能跳上去 在小女孩的鼓励下 小象放慢了速度 这次 小美成功地骑了上去 他们一起在场上飞行了几圈 如此惊世奇观 让老白拍手称赞 表示明天演出必然成功 很快 演出开始 小象随着升降台 升到30米高空 随后 天堂女王小美出场 观众台下掌声不断 小美很快也来到小象身旁 她拿出一片羽毛 骑到小象身上 可就在这时 小女孩发现 台下根本没有安全网 小帅立马上前大喊 告诉小美不能起飞 可小美已经拿着羽毛 鼓励小象开始起飞 可能是因为紧张 小象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把羽毛喷得出去 小象努力向前 想够找羽毛起飞 可下一秒 小象就发现了小象 小象 小象称 小象 谢谢观看